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台湾的西部海面以后会向北移动到台湾海峡北部 现在我们的路上警报区就是花东地区 还有苗栗南地区再增加了马祖地区 至于海上警报区则是台湾附近所有海面 以及巴士海峡 先提醒大家 目前在南端海面的浪高 还是有6到7米的浪高 东南端海面和西南端海面 仍然也有6米的浪高 甚至其他海面还有3到4米的浪高 未来随着台风逐渐向北移动 纵使它减弱以后 西南气流进来 也会造成台湾附近海面的风浪 还是不是很平静 所以大家如果要从事海面或海边的活动 还是要特别的小心 至于在整个降雨部分 我们在向右提醒大家 随着台风中心的登陆 比较强降雨区域会向北扩展 虽然过去几小时 它没有像之前出现10雨量 100毫米以上降雨 但是普遍我们也发现从屏东高雄到台南 甚至台东地区 还是有每小时时雨量60到90毫米的降雨 提醒大家这样子的降雨 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是持续 也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 这些地方仍然很下雨 中间还是断断续续会有强降雨的现象 气象局在今天晚上到明天降雨 要提醒大家我们发布豪雨特报 豪雨特报显示 在屏东地区高雄山区会下大豪雨或超大豪雨 另外在台东山区 还有南投云林引南一直到高雄的平地 会下豪雨到大豪雨的等级 这样子的雨还是持续下 在这边地方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 从整个环境上看起来 未来从明天台风离开或减弱以后 或者西南气流影响之后 从星期二到礼拜四 这整个西南季风它会影响我们的形态 仍然存在 但星期二到星期四这段时间 影响我们的强度 是属于西南风增强还是西南气流增强 让我们在中南部东南部 持续降雨的情况之下 雨势会有多大 气象局会随时监测最新资料来告诉大家 那么今天到明天 台风还是影响天气 西南气流也持续影响 尤其越南端陆地的天气相当的不稳定 提醒在中南部还有花东地区 就有朋友特别的注意 以上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谢谢大家